其實北海道真的沒有很冷 我覺得台灣也比較冷 這邊有很多的雪 我來試看看北海道的雪跟大屯山的雪 哪個比較好吃吧 甜甜的耶 有一種蛋豬汽水的味道 好誇張喔 好甜喔 好冷喔 你有拍到他們唱歌嗎 有 他們是在唱歌喔 還是在吵架 不是在吵架 吵架哪有這樣子的 合唱耶 他們的叫聲是不是就是 蛤蛤蛤 有沒有 蛤 比較像嗚 我覺得是蛤 然後海鷗就是 喔喔喔 雞就是 蛤就是 蛤就是蛤 鴨就是阿阿阿 蛤蛤蛤馬 蛤蛤蛤蛤 蛤蛤蛤蛤蛤蛤蛤 這怪滑的 先來示範什麼是冰塊 我們來看這邊 這邊看起來是一個正常的地板對不對 但其實我又沒有冰爪的地方 哇這個超滑 超滑 有沒有看到那個超滑 我用冰爪刷它 這都是冰的 這個不管什麼鞋都會滑 好了不用再喘了 來北海道一定要穿雪鞋 或者是尿雪地 我現在在阿涵湖 這是一個結冰的湖 我們現在在湖上 我先用攝影機帶大家看看 阿涵湖結冰的湖底長什麼樣子 來吧 阿涵湖結冰阿 阿涵湖結冰的 Day 阿涵湖 TWO 浪江 今天我要在北海道写下我人生第一个牌剧 牌剧的写法是五个音节 七个音节五个音节 所以我就来写 冷冷北海道 泡温泉 泡泽温泉 还是冷 泡泽温泉还是冷 来喝假啤酒 什么叫假啤酒 这个就是假啤酒 因为这是发泡酒 但它外表很像啤酒 但其实它只有25%的麦芽而已 酒碎比较便宜 再来念一次我的牌剧 牌剧王松维巴伦 冷冷北海道 泡泽温泉还是冷 来喝假啤酒 好牌剧啊真的好 胸口碎大师 不对是头顶碎大师 哇 哈哈哈哈 童心未敏 超弱的耶 就只有这样子起来一点点而已 哈哈哈哈 cafe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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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